嗨,欢迎各位来到碎碎链讲堂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是 劳工退休金扣缴评单竟然会有陷阱 由碎碎链讲堂提供未宪会计师主讲 各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题 那这主要是因为7月13号 经济日报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 它说劳工退休金扣缴评单有一个陷阱 就是劳工被人家补税补了 然后又罚款34万 联补贷罚34万 那经济日报是这样写 它说高雄跟台北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讲高雄这个例子 被补税34万,罚款4万多 那这个有重复免除免税额度的一个问题 所以扣了两次 那扣缴评单30进额 当退休金的时候申报时又扣了一次的 那结果这个已经扣了两次免税额 结果会被联补贷罚 那通常来讲为什么会被扣两次呢 那可能跟不懂这个税法有很大的关系吧 可能误以为跟薪资所得有绝对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107年企业退休的时候 退休金拿到443万 各位这个要记起来 4432833 4432833 然后他年只有13.5年 那因课退税所得是100万1416 结果100多万的这个情况 开了扣缴评单100多万 那其实这个开了100多万的一个情况 他100多万到底要怎么课税 其实100多万要开多少扣缴评单 其实应该公司里面会计小姐都已经做好 已经开扣缴评单 你就照扣缴评单里面报就好 结果他不是 他拿到这个算出来的100万 他以为还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免税额可以扣243万 那这243万怎么算出来的 各位直接画一个图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 非常的 各位先把这个记起来就好 他拿到多少退休金4432833 好 那我们可以这样分类了 那通常来讲 现在的一个免税额度有分为两个点 然后三个区间 一个18万 一个36万 2000 这个会随着物价而上涨 而提升 但是现在来讲 他有13.5年的一个年之后 这样换算以后 243万跟480几万 那这样一个情况 各位来看一下 好 那这免税 这如果是靠左边 如果你拿到的退休金 因为他13.5万的一个年之后 拿到243万是免税的 那如果这里这个中间的话 会二分之一课税 那如果超过4887 不能全部 所以我们分为三个阶段 三个梯阶就对了 来各位你看一下 他拿到4432833 各位有没有发现 4432833 刚好是在这个的中间 所以他根本没有超过480几万 所以他只减掉243 因为243万以内是免税 所以这个的一半是课税 1001416 所以又一到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就这样 以扣缴税率来讲 就6% 所以只要扣这个60 所以会计 公司的会计小姐 他其实会开一个什么 退职所得 1001416给你 然后会有一个扣缴税款 60085 那其实他这个在 次业时候以前 要拿去缴掉 所以你按照你的扣缴 平安下去申报就好了 你不能说 他给你所得是 10161416 你报这个 结果又要扣掉一个 定了免税 这样就重复扣了 这个定了免税的一个问题了 那退职所的扣缴率是多少 我们有分为 来上面这个是属于境内的 也就是属于居住者 下面是非居住者 那有所猜 我们是以6%来试算来看看 那除了这个新闻上一个例子 我举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他有分为两个急剧 退职所得1080退休 他19年8个月 那19年8个月一个情况 就等于超过了 那我们就以20来算 所以你有没有看第一个 18万一个36.2万 那如果他拿到360万以下 那完全免税 那36.2万乘以20 的720万以上 就超这个几结局 那为什么一般公司里面 会计人对这个退职所得 有可能连在扣缴部分 都有点什么 有点笨拙 也就是有点不熟悉 那是因为可能我们中小企业拿到这个 能够退休拿到360万 应该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各位你看 如果这退休性500万 那是不是借在这两个之间 那一定是500减360万 因为这两个已经替你算出来了 所以500减360万乘以2分之1 乘以70万 70万按扣缴平单里面 有没有去开 比如说他是6%的 70万乘以6% 4万2000扣起来 次月10号前去缴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如果退休金 超过这个720万 比如说下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800万来看 800万刚好借在这两个之间吗 不是 他比720万还多 所以724万直接乘以360 这2分之1 一半课税 那这里的话全部都怎样 各位有没有看到 他这边是有写错 这个是超过的部分半数课 这是全部全数免税 这是全数课税 所以800减下720万 这个全数课税 结果258万 那这部分写的OK的 258万乘以6% 那结果154800 那今天如果非境内居住者 刚刚也刚到18% 所以这个258万被call的46440 而且要在 这个部分154800 因为是境内 所以4月10号前要去缴掉 但是如果是属于境内 要几户雨之后 10日内就要怎样 要去缴掉 那我们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我们特别 怎么去缴10号 事业时要怎么去缴 我们举了一个这个缴款书 只要到税务入口网的话 会计销应该都知道 那就把这个缴掉就OK了 这个缴掉以后 明年的什么 就是明年的1月份的时候 就要开什么 所谓的扣角平单 所谓的扣角平单 那这个很清楚的 那对以上非常简洁的 跟各位来讲的话 如果对我们以上内容有兴趣的话 按赞订阅小平单 分享我们的影片 那这个是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你的参与 那魏老师这个税链讲的 标本是生活大小 所以魏老师文章教你会 最新最快最有效力 来解读我们的生活税务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